他丁的酱食药为什么要在晚上吃 白天吃可以吗 今天我老婆黄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点赞欢迎 家人大家好 他丁为什么要晚上吃呢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人体在夜晚合成胆固醇是白天的四到五倍 可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高峰 这个高峰大概从晚上的十点钟就开始了 一直持续到凌晨 第二有些短效的他丁 比如说心伐他丁 伏伐他丁 你吃进去不久 药物浓度会达到一个高峰 但时间长了浓度就会下降 所以晚上吃去和胆固醇合成的高峰 另外就是人体的肝肠循环 胆固醇排到肠道 胆固醇再被吸收回来 这个高峰也在晚上出现 所以综合以上原因 吃他丁一般在晚上吃 但是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 第三代的他丁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阿托法他丁 瑞疏法他丁 以及匹法他丁 属于长相的他丁 药物浓度可以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白天吃还是晚上吃 其实效果就区别不大 点赞 家里面